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区块链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区块链的绿洲,节能共识新篇章 2.加密货币的迷宫,逃离波动的怪兽 3.链上侠盗,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区块链的绿洲,节能共识新篇章 各位同学,区块链爱好者,环保卫视,还有那些偶然迷路到这里的互联网冲浪者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讲座,区块链的绿洲,节能共识新篇章 我是你们的讲师,同时也是一名对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同样着迷的教授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区块链 区块链,这个一度被认为是数字世界中的能源黑洞 现在,却正逐渐变身为一片绿色的绿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别急,我们一步步来揭开这个谜团 在区块链的早期,比特币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数字黄金热潮 人们纷纷投身于挖矿的行列,希望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POW,共识机制 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工厂,不断地燃烧着电力来维持网络的安全和去中心化 这台工厂的烟囱冒出的不是黑烟,而是碳足迹,让环保主义者们大跌眼镜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意识到 如果区块链技术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一种更加环保的方式 于是,各种节能的共识机制应运而生 比如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POS 委托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DeepOS 和败战庭容错,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BST,等等 权益证明机制就像是一场数字世界的贵族聚会 在这里,你不需要像炮那样不停地挥汗如雨,而是可以优雅地拿出你的数字货币 作为权益来参与到区块链的维护中 这种方式不仅节省了能源,而且还大大降低了进入门槛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区块链的治理中来 而DeepOS则更进一步,它允许持币者投票选出少数代表 由这些代表负责验证交易和维护网络 这就像是你把家里的花园交给园丁打理,既省心又省力 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资源 败战庭容错机制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共识算法 它能够确保即使在一些节点出现恶意行为或者故障的情况下 整个网络仍然能够正常运行 这就像是古代败战庭帝国的皇家警卫队 即使有叛徒潜伏其中,也能够确保皇宫的安全 这些新的共识机制就像是在区块链的沙漠中种下了绿色的种子 逐渐长成了一片绿洲 它们不仅让区块链变得更加环保 也让这项技术变得更加包容和高效 当然,这个绿洲还在成长中 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以确保它能够茁壮成长 为我们的数字世界带来更多的绿色和活力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园丁 每一次交易都是浇灌的水分 每一次代码的更新都是市价的肥料 最后,我想说的是 区块链的绿洲并不是一个乌托邦 它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片绿洲更加繁荣 让我们的数字世界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讲座结束后提问 或者在区块链的绿洲中找到我 我们一起在那里种下更多的希望和绿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密货币的迷宫 逃离波动的灌兽 各位同学,区块链爱好者 数字游牧者 以及偶尔迷路 记录加密货币迷宫的互联网冲浪者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讲座 加密货币的迷宫 逃离波动的怪兽 请紧握你的数字钱包 调整你的二因子认证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波澜壮阔的冒险之旅 首先,让我们来到迷宫的入口 这里有一个古老的警告牌 上面写着 凡是进入者 小心市场波动的怪兽 这个怪兽 有时候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怪Minator 它会在你最不注意的时候 用它的价格计较 将你的投资账户顶得粉碎 加密货币的迷宫 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变数的世界 在这里 比特币 以太坊 瑞波币等数字资产 就像是迷宫中的各种通道 有的通向财富的宝藏 有的则可能是资金的死胡同 而这个迷宫的设计师 市场力量 是个喜欢玩弄人类贪婪与恐惧情绪的顽皮神 它时不时地改变迷宫的结构 让你刚刚熟悉的路径突然变得陌生 在这个迷宫中 有一群勇敢的探险者 我们称之为交易者 他们每天都在尝试解读市场的神秘符号 有的人使用技术分析的魔法棒 有的人则依赖基本面分析的水晶球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利润宝藏 并且全身而退 但是 不要以为这个迷宫只有人类探险者 在这里 还有一些冷血的机器人 他们是由最聪明的大脑创造出来的自动交易系统 这些机器人不吃不喝 不知疲倦 他们以光速进行交易 有时候他们的行为会引发市场的巨大波动 让人类探险者措手不及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传说中的加密货币巨金 他们拥有巨额的资金 一举一动都能在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 对于普通的探险者来说 跟随巨金的踪迹有时候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但如果不小心 也可能被巨金的行动直接吞噬 在这个迷宫中 最重要的生存法则就是 不要被贪婪和恐惧所支配 因为在这里 情绪是最大的敌人 一旦你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你可能会在波动的怪兽出现之前 就已经迷失方向 而一旦你被恐惧控制 那么即使宝藏就在眼前 你也可能会选择逃跑 最后 我要提醒大家 虽然加密货币的迷宫 充满了诱惑和危险 但它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世界 只要你有足够的知识 正确的策略和一颗冷静的心 你就有可能在这个迷宫中 找到你的财富之路 好了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记得 无论你在迷宫中走得多远 都不要忘记回头看看出口的方向 因为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 安全退出有时候比进入更加重要 祝各位在加密货币的迷宫中 旅途愉快 也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如何驯服你的区块链龙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脸上侠盗 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 各位同学 区块链爱好者 数字世界的勇士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脸上侠盗 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 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像是 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它确实存在于我们这个 充满零和一的数字世界中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代 侠盗是那些行侠仗义 偷富济贫的英雄 他们在民间传说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如罗宾汉 他在舍武德森林里 与他的快乐伙伴们一起 从贪婪的王子和他的税利手中 夺取财富 分给穷人 现在 我们的链上侠盗虽然不住在森林里 也不一定带着长弓和剑 但他们 同样在数字世界中 寻找着那些由代码构成的财富 智能合约 这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自动执行合同 它的出现 无疑是现代商业和金融交易的一大进步 然而 正如古代的城堡 需要坚固的城墙来抵御侵略者一样 智能合约 也需要严密的代码来防止被攻击 但是 总有一些聪明的链上狭盗 他们能够找到智能合约中的漏洞 就像找到了城墙中的缺口 这些狭盗们有的 可能是白帽子黑客 他们发现漏洞后 会通知合约的创建者 帮助他们修补缺口 确保资产的安全 他们就像是数字时代的英雄 保护着区块链的正义和秩序 但也有的 可能是黑帽子 他们利用漏洞为自己牟利 就像是古代的盗贼一样 只不过他们偷的 不是实体的金银财宝 而是数字货币 有趣的是 这场数字世界的猫鼠游戏从未停止 智能合约的开发者们 不断地加固代码 试图构建 一座无懈可击的数字城堡 而链上狭盗们 寻找新的攻击方法 这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双方都在不断地进化 试图在这个数字世界中占据上风 最后 我们要记住的是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数字世界 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对于智能合约的开发者来说 这意味着 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适应 以确保他们的作品 不会成为下一个链上狭盗的目标 而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 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谨慎地选择 我们新人的平台和服务 确保我们的数字资产安全无忧 所以 各位未来的区块链战士们 无论你是选择成为一名 守护数字世界安全的白帽子 还是决定成为一名 寻找漏洞的链上狭盗 请记得 你的每一次代码提交 都可能影响着 整个数字世界的命运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公正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 今天的讲座 我们一起探讨了区块链的绿洲 加密货币的迷宫和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 我们看到 区块链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最初的能源黑洞 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节能环保的绿洲 而加密货币的世界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只有掌握正确的知识和策略 才能够在其中找到财富之路 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们 则在数字世界中扮演着保护者和挑战者的角色 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的数字资产更加安全 我个人认为 区块链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加高效 透明和安全的交易方式 也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挑战和风险 只有持续的学习和探索 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 所以 我想请问观众们 你们对于区块链的绿洲 加密货币的迷宫和智能合约的漏洞猎人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 区块链技术对于我们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